Tun1在2016年被经纪公司YG乐单方面宣布解散 让粉丝们心碎不已 不过就算解散了 也还是没有分散成员们的团婚 时常能看到他们私下聚会 2022年他们甚至还在美国科技大音乐节 合体现唱I'm the best 让老粉们感动到痛哭流涕 而日前成员DALA也宣布将在12日推出solo专辑 据悉这次的专辑是以DALA本名 邀请大家来Sandella Park玩 是想念粉丝与舞台已久的DALA准备的特别专辑 这次的专辑包含了主打歌Festible等5首歌曲 特别是主打歌是从自身歌手 严正化1995年发行的同名歌曲Festible取样 在以DALA的个人魅力重新翻唱 而DALA睽为6年回归歌坛 也让不少人开始期待突而音万是否会重组回归呢 感谢观看